警方赶到银行林贵 阻止八十几岁老翁 落入诈骗陷阱 阿伯刚开始哀谎 称是想要买车 才急需解除定存 汇款640万 但在警方的坚持之下 他才松口 说自己接获检察官的电话 假的检察官骗阿伯 健保卡被盗用 可能会涉及刑案 让阿伯十分紧张 还好在原警以及银行行员 不断的劝说之下 阿伯才惊觉遭到诈骗 照片集团为了取信对方 制造假的传票 要求阿伯把账户八笔定存 一共四百一十万元 全解约 连同账户原本的余额 加起来多达六百四十万元 汇入指定账户 交付监管 不然就会被法院管收坐牢 阿伯一时慌张 没有多加查证 还好银行人员及时通报 保住阿伯的辛苦钱 TVN新闻中文中心 最后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